好,在這一邊呢,我們要找 coordinate of turning point, of the fooling curve and state whether each turning point is maximum or minimum. So,在這一邊的時候呢,我們就找 dy dx,這個會變成-2x加6, 然後我的 second derivative呢,它就會變成了-2. So,turning point的情況之下呢,我的那個 dy dx會是等於0. OK,然後它也就是-2x加6等於0,所以我的2x等於6,我的x等於3. So,我的x等於3的時候呢,我的y呢,會是等於那個-3 square加6,3加2. OK,然後它會變成11,所以那個點是3多號11. 然後我找那個second derivative,當x等於3,會是等於-2,它是-0. 所以我們知道它大過0,它就是倒反了,大過0就minimum,小過0就是maximum. 所以我在這一邊31,是它的maximum point. OK,好,這一個呢,我們是用那個dy dx的方法來做。 So,我們用dy dx的方法來做的時候呢,可能我們不知道它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。 OK,其實呢,我們可以link這個to那個quadratic,OK So,quadratic equation的話呢,這個我的y呢,會是-x2-6x-2,-x2-6x加-6.2的 square,-6.2的 square,-6.2的 square,-2. 然後它會變成-x-3的 square,-9-2,然後-x-3的 square,然後-11。 所以它就會變成了-x-3的 square加11。 所以我們在這一邊,我的x-3等於0呢,所以我x等於3,所以它這個是它的axis of symmetry。 然後,所以它的這個a是-1,a是-1,所以它是屬於酷點,所以它有maximum。 所以它的maximum value呢,會是等於這一個是11。 所以我們畫這個東西的時候呢,它就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,它經過2這樣,這個是2。 然後它在這一邊的時候,它是3多少?11這樣。 OK,所以30的是maximum value。 所以我們competing the square呢,除非它在那個x邊跑市的時候,它特別注定,你要講用competing the square來找它的maximum point。 不然的情況之下呢,我們用dx會更快。 OK,你看,直接x等於3,放進去11,31。 拿,這邊31也是這樣。 當然我們現在科技的幫助,我們可以在這一邊,來到這個equation,然後polynomial degree 2, 然後-1,6,2,2這樣的東西的時候,這個3加square率11,3-square率11。 所以我在這一邊,這個其實是3加square率11,這一邊是3-square率11。 然後maximum 3,11。 嗯,maximum是3跟11。 OK,好,so,我們在這一邊的時候呢,我們的dydx等於0,然後在second derivative是negative,就會是maximum。 為什麼maximum呢?因為我們的a是negative,然後它這一個就是maximum啦。 OK,所以他們這一邊是能夠降零的。OK,好。